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相信很多人对达文西的认识是来自这两套戏 今年是达文西逝世五百周年纪念 各地都有纪念活动 而发觉昂布瓦斯是达文西最后生活居地 也是天才下葬之地 就由达文西本尊为你导学 Léonardo Da Vinci 也很高兴认你 Château de Clos Lucet 是最终住的Léonardo Da Vinci 住在这里 在2月1519年 没错 本人就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三年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我作为一个意大利人 最后会死在法国的呢 这一切都跟这个男人有关 当年法兰西以重金礼拼我 来到法国成为他的首席画家 工程师和建筑师 本人随身携带着我最爱的三幅画 最后呢 这些画就成为了罗浮宫展品的一部分 人多到呢 连我本人都走过去看 咳咳咳 我会故居除了工作室 沉室 还有一个后花园 所以我们在这里 在Léonardo Da Vinci 这库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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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 so it's a very ludic way to Holland Da Vinci 离我雇役500米之外呢 还有这个必去的景点 這座小教堂裡面就是老新的墳墓 教堂建在15世紀 你看多漂亮 重點重點你看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我的墳墓 我的墓碑 今年的城堡新增了這個PAT 放大看清楚我腐腦骨頭 也都可以在城堡周圍都用得到 它會自動detect 你去到哪個位置 玩法都幾多 還可以玩自拍 完全打破了傳統的參觀模式 不過玩玩玩 記得記得用鵝骨頭 看看城堡的景色是多漂亮